蔬食好煮意 接下来请收看蔬食好煮意 蔬食好煮意 每位有创意各菩萨阿弥陀佛 欢迎收看今天的蔬食好煮意 佛教主张如素 是根据佛陀说的 我即众生 众生即我 的慈悲行为出发点 不伤害其他众生的生命 而除了佛教以外 其实有很多的宗教 也是鼓励次数的 除了记忆不杀身的原因之外 也是符合生态 环保健康的诉求 其实借着 天然清淡 不油腻的简单素食食材 可以帮助我们 眼泥山高 获得身体的健康 所以世界上很多的名人 还有运动家 都是素食的爱好者 我们何不言让 吃素自然融入 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 就介绍了两道 非常适合前甲道上 一起享用的佳肴 现在就让我们 一起来观赏吧 今天我要为大家介绍的第一道菜 叫做味噌搅白笋 我们大部分都是用蔬食 来做比较多 请看看我们这边认识的食材 在这里 主题在这里搅白笋 搅白笋就是这个 丝瓜 还有香菇 生香菇 茄子 还有花椰菜 牛丸茄 这是今天的主菜 看看这边 橄榄油 盐 还有点糖 最主要是味噌 那个是XO醬 香菇粉 全部的配料 跟主要都在这里 让我们大家认识这些 做些就是一个很好吃的 这个味噌搅白笋 这一次来我们依然邀请我们张师兄 达人师兄 张师姐 所有我们天气所有的老朋友 所有的菩萨和佛佛 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很棒的很简单 我们今天不弄吵的 不弄这样的 你们要用真真 就好 时间 他们是真的 真的 真的 这让我们觉得很好 这个可以是出书的一个 叫做这个 慧珍的 贾白笋 而且音量不流失 好 来 首先我们来处理 贾白笋 这都洗好了 来 我们来播一下 贾白笋在处理 那里 请这边摇摇 对 对 对 想费 有处理过来 是没有 有水果 没有天然的想法 对 你稍微要缔 你把它切掉 看起来更好 还不错 还不错 好 听说 现在这道菜 是直接切一切 直接切一切 不要切 大家应该是 都很熟 三段 切成小条 切小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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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来 OK 就是一边一边 放入酥酸在里面 可以说 综合酥酸 很好 对 营养非常丰富 好 OK 再来一条就够了 一条 好 来 成功 切 也是瓢 就好了 生香菇吃水 现在成功是有多久 健康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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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二十 人家会不会看 吃二十 大家吃得健康 吃得好 食材得好 对人体健康会有帮助 今天我们做菜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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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和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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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好 对 做营养满味的食器 对 如果说 鞋子也很好 对 蕃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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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蕃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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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蕃� 一小段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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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靠在一起 我靠在一起 它靠勃勃勃 绿色留下 看起来就很脆异 切条 这丝瓜 其实丝瓜可以做很多 而且丝瓜对人也非常的好 现在我看一看 有 很方便 好 这样够吗 这样够吗 就这么简单 可以加点橄榄油 对 加点橄榄油 蔬菜分在里面它会吸 但是就没关系 对 清蒸小后 其实原本就会出一点水 所以现在尽量大家感觉很简单 就用车 尽量营养不流失 大家都不知道 要怎么办 不流失 就是不要太热 但这用电锅也可以 当然可以 今天我会更简单的 这个浓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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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要车的浓浓 要放一点点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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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 我都会学 我都会学 师姐看起来 推广素食 到处红华 到处讲这个素食的黄醋 其实 等到你真的会吃素的时候 你会觉得素食很简单 真的很健康 你真的对吃肉根本都没有兴趣 好 好 再放一点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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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放下去 待会有一个重点 就是它的 待会我们要调 它的味噌酱 味噌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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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那些豆腐就可以了 好 这是一般在市面买的这个味噌 要调味 要调味噌 要调味噌 好 调味噌的时候 看这里很简单 我们现在这些蔬菜 除了它的甜度 对 就要靠这个 对 对 我们要调味噌酱 泥這樣 米蘇有鹹 米蘇有鹹 很非常鹹 我們現在加一點點糖 我們看這些黃點 比較不會有少許鹹 它也加一點點鹹 鹹鹹 然後就可以加糖調一下 所以很快 你要看一下 有一些位置已經調好了 有一些位置可能就是一倍 它的鹹度比較鹹 要加一點糖 你看它有五分、五分甘的 五分甘的或是有一點點甜的 總會很多自己看的 要注意看一下 我再把它捏一下 這個大概五到十分鐘了 差不多啦 五到十分鐘就夠了 XO這麼要穿下去了 對 放在菜的上面就好了 要鋪在上面 來 可以長這麼多 所以我們在家裡看的這些 比較天壤 我們有比較化學添加的東西 希望能夠吃到這個原來的酥菜 酥菜原味 有它自己的甜度 我們這邊醬汁可以好好的 可以先在中間就下一下 讓它稍微吸一點汁 好 放在那個裡面 對 這樣等著鼻子 好 再蓋上 然後我們要加一個 一點點 XO醬 自己炒的 一般的菇 那個四種菇 然後加一個小麥蛋白 然後一點點的 裡面的辣椒 其實我們沒有XO醬 剛剛整理也是可以的 可以 還是說沒有的 沒有的東西 沒有的東西 可以的 可以的 好 滾姐 好 我們等它大概 等它大概三個通 差不多 差不多 好 我們算一個通通了 可以 好 可以關掉了 關掉之後 還可以小心 拿起來 拿起來 來 拿起來 來 好 拿起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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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 新花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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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擺在你們家裡 燙了 好 我是想把他擺在平板 比較漂亮 沒關係 你自己看 你如果菜好了 因為菜要有一個高度的泡 因為它有水 這樣子要把 它的食材 對 記在味噌醬裡面 對 它自然要有一個高度 對 要擺在平板 但是平板 是比較漂亮 但是這樣就很順 對不對 好 你 OK 等一下 今天大家看看這個菜 是不是很簡單 更好吃 更無事 有空的話 大家一起在家 坐坐看 嗯 味噌攪白笋 食材 攪白笋 絲瓜 生香菇 茄子 花椰菜 牛番茄 調味料 橄欖油 鹽 糖 味噌 XO醬 香菇粉 做法 1 先將攪白笋剥殼 削去黑色部分 切成小條 2 香菇 牛番茄 茄子 絲瓜 切條 3 加入少許橄欖油 將食材放入鍋中蒸5至10分鐘 4 切梨鍋加入高湯 油 及鹽拌勻 放入花椰菜 熟燙 5 將味噌加入少許高湯 再加一點糖 鹽 香菇粉 攪拌均勻 調層味噌醬 6 將調層之味噌醬 淋上蒸手中之食材 再加入少許之XO醬 7 將蒸好之食材自鍋中取出 擺上燙過之花椰菜 及完成 完成 接下來要為各位菩薩介紹的這一道菜 叫做照燒杏包菇 首先我們來看看它的食材 以及配的材料 看這裡 這個是杏巴菇 大家都知道 然後紅椒 然後這個是油菜 其實什麼菜都可以 這是要鋪底的 什麼青菜都可以 豆苗什麼都可以 我們今天採用的是油菜 再來看看這邊的食材 這個是配料 一點油 橄欖油 這個是照燒醬 照燒醬 裡面是醬 醬油 然後一點糖 然後一點蘋果水 蘋果去煮過的蘋果 我們說湯也可以說水也可以 然後這個是姜末 香菇粉 然後這個是白芝麻 這樣所有的配料都在這裡 這樣加起來 就會做一個非常健康好吃的 照燒醬 香菇粉 這一次我們仍然邀請到我們的張師兄 慧琳莫索 我們看到 配人非常的開心 我們請張師兄今天來示範另一道美食 好 這不是我們同伴 今天要為大家來介紹一個 比較日式一點點的 照燒細胞 照燒 我們用這個簡單的 要理嗎 來做 一般你家沒有做照燒 對 其實 農點醬油 還有起味粉 薑末 還有一點點蘋果 還有一點蘋果 還有一點特別的香氣 好 很棒 請大家介紹大家什麼時候照燒醬 好 來 那細胞菇 一般我們建議這個 不用切的 我們要用剝的 或用拍的 因為剝蛋跟切不太一樣 它有一些纖維 它待會再吃點光 都不太一樣 好 那旁邊我們這邊這個剝 我們要把這個剝好的 細胞菇 稍微煎一下下 好 好 好 這個回家是 可以叫你們 吃的小朋友一起來 一起來 一起來 對啊 小朋友也有探求 也有探求 也有探求 沒錯 很特別 上禮貝爾跟 這個學校 那個火源火條 我知道 我們做了那個 菁蘇菜 然後成果花表 那個校長來找我說 成果花表比較單調 那我就 叫他們全校 總共兩百多個做學校 喔 小媽媽 對 農菜 然後菠菜 包餃 對 有底下 有什麼 那個現場 不過我覺得是餐飲感 做的怎麼跟我以前做的一樣 我以前在小學 小學生真的是什麼蔬菜都不懂 對 所以你要做一些讓他們引起他們的興趣的 所以我就教他們 認識蔬菜 這是什麼 小房間 小房間 什麼營養 真的介紹一次以後 然後用這些蔬菜 教他們做 好 做了 大家 你什麼時候還要來燒 對 對 好 好 這樣剝好的時候先切 對 對 對 這個菇 如果你要做這樣的動作 其實菇很特別 對 當它更有 還有一點點熱度的消耗 它這個菇的脆度 香氣就好 對 一定 對 還沒那個味 那個氣味 菇的味道 油這樣炒火的話 它那個味道自然的腳趾很奇怪 好 你看我們這個細胞物 它會吸油 所以你不用太多 它帶就好處了 對 但是不能快火 快火的話也不行 好 旁邊我們準備來穿燙 再做幾個 好 這個 其實不一定有菜 什麼都可以 豆苗買菜 橄欖菜買菜 青椒菜 因為它的鋪底 看人家喜歡吃什麼綠色的就好 對 我們剛剛習慣就切個一段段 對 對 5、6、5公分左右 不要太長 不要太長 好 先下去吧 好 有味道出來了 好 然後放下去 好 現在有點金黃色 青蛙的香氣炒出來了 不錯 不錯 好 這邊是我們你們在公開 對 好 剛剛大家調一點點 調一點點 味道 調一點點 鹽巴跟骨粉 對 好 好 我們接力分兩段 對 前面比較難熟 所以要少放 好 讓它熟一下 最後一下 然後我們處理 好 紅黃椒 紅黃椒 對 其實也不一定要用紅黃椒 你用什麼顏色 最主要是讓它營養夠 然後菜色能塗出色香味進全 這樣就可以了 對 你用髮其實不太緊 不太緊 不太緊 對 只是大家 顏色出來就好了 對 而且吃了那個營養也均勻就好了 對 其實這樣 烤炒炒 加上一點胡椒鹽 鹽 什麼都不用胡椒鹽 或者芥末椒鹽 芥末鹽 芥末鹽 三下 就很好吃 不用說一定要 對 做法有很多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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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我們來看看 對 都有的 對 其實這不是都是油 這個是油 我們把旁邊的這個 把它撈散 好 我們來做盤底 好 這個菜 換下去 好的 好 這個很快 來 來 來 好 OK 葉子有煎 好 加一點點的 在上面 對 加亮 這樣會很好 好 這個 其實一般家來講 幸福就很棒 它是在脆退後 對 這樣煎 會把它原來 運氣性非常多有 對 把它那個水分 滴出來 水分出來便宜地鎖住 對 所以它吃起來非常香 荒香 我覺得 我就說撒上胡椒也很好吃 這是雞肉 對 對 這個就比較好吃 好 好 來 再把它加上去 因為頭比較慢熟 所以我們先把頭汆燙好 那個 尾巴 菜的葉子 比較快熟 所以把它放在後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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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再撒幾個紅香蕉 好 是要鋪一半的還是全部的 沒有關係 好 隨便 好 讓我們把它 好 放這樣子好了 好 好 放在中間好了 好 心情好做出來 趁心做出來 趁心做出來比較好 嗯 這個 這個跟心情做出來 都很大的關係 好 好 好 那我們一邊可以看一下 西部大部分 我們再加我們的 造燒醬 先把薑 薑喔 對對對 最炒一下 先去炒一下 好 再炒一下 這個大概金黃的薑汁爆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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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去加我們的 早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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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上去把薑汁爆香 好 收汁 收汁 喔 這個湯 來 這個湯 這個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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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我們來看 這邊 海天館 好 好 隨便造燒醬 去包包香 對對對 對對對 上去 芝麻 如果上面有綠色的 也可以弄一點芹 芹菜 對 芹菜太足了 沒有沒有沒有 現在在哪 還有芝麻多一點 對 蓋子的 蓋子的 好 好 讚讚讚 好 這款就是我們今天為大家做事的 造燒杏包菇 好 大家你看看 很好學吧 好 所以讓我們最後來回顧一下 好的 請大家一起做做看 炸燒杏包菇 炸燒杏包菇 食材 杏包菇 紅椒 黃椒 油菜 調味料 橄欖油 炸燒醬 薑末 香菇粉 白芝麻 做法 一 先將杏包菇 剝成條狀 以保持其纖維 熱鍋後加油 用中火煎層金黃色 二 將油菜 紅黃椒 切條狀 約五公分左右 三 張高湯加熱 加入鹽及香菇粉 之後放入油菜 汆燙過 取出鋪盤當盤底 四 將紅黃椒 汆燙過後 擺至盤至一邊 五 將薑末放入杏包菇中 再攪拌為炒 之後加入造燒醬 再攪拌炒乾 自於油菜上 六 撒上少許芝麻 即完成 造燒醬調配法 一 將蘋果加入水中 三 煮月半小時 將蘋果撈起 二 放入醬油 味淋 三 加入放冰糖 攪拌即可 三 意濃 2 1 2 2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